大家好,我是美国的Bobby医生 现在我们来开始这周的毫无分享 就是纳豆 纳豆我以前已经分享过很多 我已经吃纳豆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了 每天早上吃这么一小盒 这个是在当地的亚洲超市可以买到 它这个是一共是四盒放在这一包里面 也不是很贵 我今天又看了一下它的营养成分 再次被震惊到 这一小盒它里面有8克的蛋白质 这么一小点东西就有8克的蛋白质 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纤维也有7克 这也就很多了 你知道美国人平均一天才吃10克的纤维 要求能要求到30克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早上吃这么7克的话 同时我早上还吃比如奇亚子 或者亚麻子 那我肯定一早上就把我今天一天美国人平均的量就吃到了 当然我现在估计总共吃应该超过现在的最基本的要求 30克大概在40到50克之间 再看一下它这里面的盐 盐是有170毫克8% 这也不是很多 我今天要格外分享就是这两个小调味包 它就跟在这里面来的 这上面有一个塑料膊膜 你就放在这上面 以前这么一年多我都直接把它打开 早上就把它放到一边就把这个吃下去 一直都没有吃这个 今天有点时间周末我开始把它尝试了一下 为什么要尝试呢 我以前老是担心自己吃盐吃得多 我家爸爸有高血压 高血压主要是要控制盐的瘦如量 所以我有这个担忧 但是我现在不是特别担忧 我不再吃那种包装的各种食物 薯片 那些的盐绝对超标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想我就可以在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中 选择一些盐的摄入 尤其是读了这个之后 发现它只有170毫克并不多 所以我决定就吃了 这个小黄的大家都可以猜到 日本的东西里面自然是有这个 蚂蜜就是一个蜡根的那个东西 蜜蜜叫做芥末 这个放上之后 简直特别特别好吃 为什么呢 纳豆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特别黏 吃在嘴里嘴都好像张不开的感觉 加上一点水的这种东西的酱油 它马上就吸了很多 就特别容易吃进去 然后就特别容易嚼 可以咽下去 方便很多 这个芥末我最近也学过 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 所以它本身也有抗癌的功效 所以我以前就不太珍惜它 觉得它这个味道 我并不是觉得它味道太难吃 但是我就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好处 嫌麻烦吧 早上比较忙 现在我知道它这个也十字花科的 吃了对身体也好 所以我就开始吃 果然就调味 把它的味道就调得特别好 以前早上有时候起来没有胃口 会觉得好像要吃这个东西 有点觉得无精打采 现在我今天早上吃完了之后 明天早上就特别期待能够吃这两个调味调好的 纳豆 好 另外一个好分享也是吃的 这个吃的好像在中国不一定有 叫做 欢迎从中文叫牛皮菜 什么 是这个欧洲的一种菜 它呢 你看它上面的叶子是深绿深绿 底下是这个红色的 它有很多不同颜色 有红色的 有橘色的 英文名字叫Swiss Chard 这个呢 也是特别有营养 这种深颜色 叫做Dark Leafy Vegetable 它们就深绿色的这种叶子的蔬菜 甚至有抗癌症 抗血血液病癌症的好处 所以这一点我行医也还专门做癌症科 也专门治疗这个白血病这些病人 所以任何一个能够预防白血病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 而且呢 吃这个的话不仅对心脏有好处 还有足够的纤维 有的人说它不是特别好吃 但我发现它的问题是 你要把这个切下来 把它切成小丝 然后先把它炒一段时间 然后再把叶子加进去 就不会这个就太不会那么硬了 这个吃上去有一点像菠菜的味道 非常非常好吃 我家孩子都很喜欢吃 所以我每周都要买两把这个菜 现在开始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 好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